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旅店的小猪给您带来的玩命如实第三期 那么本期呢 我们会继续这样一个黑石山的冒险模式 英雄模式下的这样的一个攻略 那么首先是第一个boss 我们第一个boss呢 他的技能看一下技能 随机下面一个敌方推崇 那么这个随机性令人很头疼 就是不论你是多大的怪 多厉害的怪 不论是戴圣盾还是不戴炒火 他都会一次性消灭你 所以呢 这次我们一个中心思想使用网语 而且这种网语呢 是可以招小怪的这种网语 以此来对抗这样的一个boss 那么之前呢 都是有看过小猪之前几期视频的朋友们可能知道 之前几期视频呢 都是由小猪和另外两个朋友 一个我们的一千落还有一个光头 他们两个一起做的 那么今天他们为什么没来呢 原因就在于这个boss 随机性太厉害了 他们两个黑手光环 一直让我有点打得有点蛋疼 每次的boss都能随机攻击到我的一个关键型英雄 所以呢趁他们两个不在 我偷偷录制这个视频 大家不要告诉他们 好了一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 我们就直接过 两飞的时候我们可以上一个蜘蛛 小蜘蛛还是不错的 好了到两飞我们看能抽上什么牌 七手牌还不错 一个小蜘蛛 两个麦天傀儡 还可以 那么这回合boss肯定会把我们小蜘蛛给打掉 毕竟场上只有一个随同嘛 好那么两个弓箭手倒是问题不大 我们下回合的三飞的时候可以出一个麦天傀儡 好来那个 威文戴尔男爵 那么这回合我们可以留着 可以不把小蜘蛛冲去死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下回合他打到我小蜘蛛了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麦天傀儡留着 下回合的话可以用 威文戴尔男爵 我刚准备出完 才把我麦天傀儡打 这有点蛋疼啊 你看这个boss就是每次都能打到我干净新秀 那么下回5费 4费 4费的话 必须得把这个5-4给点掉 给个变羊吧 变羊好一点 因为如果给连环爆裂的话 我下回会过载 过载就不太好了 好看boss这回合走出什么 三费不知道他会出什么 出一个战利品 还好一点 因为场攻 对面场攻目前来说不算太高 那么我们可以加一个麦天傀儡 加一个蜘蛛 好的 然后下回合的话我们可以考虑 把威文戴尔放上去 然后再给威文戴尔一个性子之魂 这回合他对面boss出了一个4-4 好的 威文戴尔放上去给一个性子之魂 为什么要给性子之魂呢 其实给 其实给麦天傀儡也不错 因为我怕的是他下回会直接把我 那我们就 为目前来说的一个翻盘点就没了 但是也可以考虑打的激性一点 看这看次人品吧 给一个麦天傀儡吧 因为麦天傀儡打 这样打一个送去自杀以后 会召唤更多的东西 好的 然后看一下 在这么多场 我场面这么多的情况下 他应该不太可能达到我的 威文戴尔了吧 还好 没达到威文戴尔 没达到威文戴尔那就好事 那我就可以无限补场了 好样的 我们先打一个 可以考虑先把这个4-1点掉 然后呢给个连环爆裂 给6-7 给他实际实际魔 然后再用我们 再用麦天傀儡打掉他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场面上就会 比较占优位了 铺场基本已经差不多 然后就看这回合他打我谁了 小米谁了 希望不要打到威文戴尔 哎 刚说完打到威文戴尔了 这就很图腾 那下个12345 5 3V1515是秒不掉的 好我们这回可以考虑出个狼魂 出两个狼魂 然后点掉他的一个4-2的冲锋 然后再出一个图腾 然后开始打boss 看看考虑有没有可能下一波一波试血 能不能带走 三六一十八十八加上二三的六还是有机会的啊 那是 呃他就凑了四点护甲值 这应该是秒不掉了 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出一个嗜血抢一波血也可以 这就不行了 而boss的接场还是很厉害的 哎 有个蜘蛛弹 那么我们这一回合我们上淤泥喷射 上一个董纳狮 上一个蜘蛛弹 看对面下回合怎么打 我们还是一样抽boss 那么如果这回合能攻击到我蜘蛛弹是最好了 好漂亮我们升空了 终于啊果然我们的夜迁落和光头不在 我们这个人品好了许多呀 下回合还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一波带走 我们算一下伤害 呃 一二三四五六 三六十八十八 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二的话 二十四 二十四加四二十八二十八加三 够了一波带走 漂亮 哎呀果然啊 果然我们两个黑手挡不在的话 我们的人品特别好啊 也不能特别好 这才是正常情况好吗 好的 那么我们这回合一个热门戴尔蓝爵 大家可以看到了也是立功了 那么我们本套牌处里面 其实还有一张关键牌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克亚斯加德 我们克亚斯加德的话 也是可以做转卡叉的一张牌 好我们最后清一丝场 我们可以召唤一个兔头 清个清个场面 他场面太多了 我们看的不舒服 略杀一下boss 好直接带走boss OK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带来 讲个三区的一个二号boss和三号boss的一个英雄模式的一个讲解 那么希望大家继续收看小猪的节目 那么过了这样一个随机的boss以后 后面的技能boss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随机的东西了 我们会请出我们 下来的我们的节目会请出我们另外两个嘉宾和我们一起做 这就不怕他们黑手光环了 老一的话实在有点随机性太强了 好了那么本期的第一部分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接下来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后续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